这一期我们聊聊西晋的八王之乱 很多朋友对这段历史不太了解 觉得就是乱 司马家各种王爷大乱斗 其实这段历史要说也简单 今天我们就把它的这个起因 经过跟结果讲一下 尤其是它的结果 对我国历史的影响特别深远 首先我们说 很多人把八王之乱归咎到这个司马延 还有这个晋汇帝司马中的头上 说这个司马延传位有问题 说这个司马中嘛 脑子不好使 在我看来 他不是传位有没有问题 他是没有办法 我们要看到司马中背后站的是谁 鸿农杨氏 母亲杨燕 司马延的帝人皇后 鸿农杨氏 你司马延就算是皇帝 你轻易你也惹不起 杨燕死后 司马延第二任老婆 杨纸杨燕的堂妹 都是人杨家的人 你再加上司马中的媳妇 贾南风 贾冲的女儿 所以说司马中动不了 不能动 你换其他人 你换谁 你换其他人乱得更快 好 我们现在看史料 司马延临死前 应该是想偷骨两个人 一个就是他老丈人杨俊 另一个就是他四叔 司马亮 司马亮是司马懿的儿子 你想想这个辈分特别高 而且本身这个司马亮这个人 他也没啥野心 但是这个司马延万万没想到的是 他老战人杨俊 搅照了 他把自己搞成了唯一的辅政大臣 他把人家司马亮排挤出去了 好 那司马延死之后 这杨俊就独揽大权 那他等于就是这个 晋惠帝司马中的表姥爷 他上台之后 就赶紧让晋惠帝立太子 晋惠帝就一个儿子 司马玉 所以说司马玉就被立为太子 但是我们说 这个司马玉他不是贾南风生的 他是晋惠帝 跟一个财人姓谢的财人生的 所以这贾南风就不高兴 人他还想努力努力生儿子呢 你们着什么急 什么着急立太子 所以说这个贾家跟杨家 就起了冲突 贾南风此时就秘密联络 之前的这个汝南王司马亮 楚王司马尾 密招他们进京 这就是八王之乱的前俩王 结果就是杨俊被杀 好 此时我们就可以把贾南风 司马亮 司马尾 他们仨看成一个小团伙 此时呢 这个小团伙就掌权了 掌权之后呢 贾南风就有他的小心思了 他觉得啊 几个人掌握权力不好 我要把权力抓在我自己手里 这家伙呀 他就唆使这个司马尾 把这个司马亮给杀了 然后啊 他又嫁祸司马尾 他说司马尾是矫诏杀了司马亮 然后把这个司马尾也给杀了 到此为止 西晋的朝廷啊 就被贾南风跟他的党羽给控制了 党羽都是谁啊 就是他们贾家的那些亲戚嘛 然后就是一些当时的名士 就是像张华他们 为什么特地说一下这个 因为我们看到八王之乱 他前前后后持续了16年 但是我们发现啊 他中间将近有八九年的时间呢 他是太平的 他没乱 资质通鉴就说嘛 随暗主在上 而朝野安静 皆华等之功也 就是说啊 这个贾南风 他不是什么好东西 但是呢 他知道尊重任用张华他们 就是这些名士 所以说啊 那些年啊 朝政还马马虎虎说得过去 这好景不长啊 这个贾南风就开始作妖了 因为他自己没儿子嘛 他就看这个太子司马玉 怎么看不顺眼 再加上啊 那个赵王司马伦 旁边这个怂恿 所以说呢 他们就把这个太子司马玉啊 给害死了 这可就要了老命了 这个司马玉啊 特别重要 倒不是说啊 他能力有多强 而说他的身份特别重要 其实到此啊 霸王之万才彻底拉开了这个帷幕啊 之前那都是开胃小菜 为什么说 太子司马玉的死会造成混乱 那原因很简单呢 他是晋惠帝啊 唯一的儿子 他死了 好 谁来继位啊 皇太帝吗 那司马延的儿子乌泱泱一大堆 咱都来抢吧 为什么我国古代啊 皇位继承特别讲究这个立地立长 有时间我们就会看到啊 那其他有些皇子的能力明显比皇后生的要强 但是皇帝还不是会把皇位传给皇后所生的儿子 因为啥 法统不能乱 稳定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啊 大家知道这个司马玉的重要性了吧 好 我们说司马玉死之后啊 这个赵王司马伦就说 贾南翁谋害太子 然后啊 他联络齐王司马炯 就把这个贾南翁张华都给杀了 杀了之后啊 他就排挤齐王司马炯独揽大权 当时他为了拉拢下边那些大臣的大肆封赏官员 我们知道啊 当时官员的帽子的装饰都是一个雕尾 当时雕尾不够了 用这个狗尾 狗尾巴毛来代替 这就是称于狗尾虚雕的这个出谱 这个赵王司马伦赌长大权呢 他膨胀了 他把这个晋慧帝给废了 自己当了皇帝 这就是巴王之乱的第四大王 你想想啊 你算老几啊 所以说人家齐王司马炯 和监王司马庸 成都王司马颖 一起出兵 讨伐司马伦 好 司马伦顺利下线 后来的剧情啊 就是各王为了争夺这个权力 相互混战 那晋慧帝可就倒了没了 在各王之间啊 轮流当这个傀儡 后来啊 又加进来了东海王司马越 长沙王司马懿 就是这个意义 三十多万大军 在以洛阳为中心的这个区域 相互混战 洛阳那几年就是遭了灾了 这场巴王之乱啊 导致西晋的精锐禁食 朝廷的威信扫地 什么法统啊 什么秩序啊 都不讲了 拳头硬 才是大哥 这场内耗啊 他耗尽了西晋的国力 此时啊 北方各族乘势崛起 西晋的灭亡 已经是不可挽回了 这场巴王之乱 导致南北啊 近三百年的混战 直到隋朝啊 才重新一统